相亲界的劳融资终于被判了 我们等这一天 等了很久了 五年了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是一定不会缺席 财星星被要求归还千万财产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它关乎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结婚 每一个人他有可能都会被骗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不是一个个例 现在竟然有一小部分的女性 以翟星星为榜样 也在干着翟星星同样干着的事情 职业婚骗 这个已经让人很愤怒了 最让人愤怒的是什么 现在有一部分的这种情感机构 就在教女人如何去干这个赚钱 教你如何去识别有钱人 如何让有钱人为你花钱 社会愿意少点的男生 真的裤衩都给你骗着 有一说一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矮穷穷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条视频 跟你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不坑穷人 是他们最崇高的职业素养 穷有穷的 至少我们不会遇到那种 为了钱接近你的女人 俗话说的 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同时他也会把你的屋顶给捅破 是一个道理 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 找对象 不要只看女生的外貌 也不要用钱去吸引女人 你这样吸引来的女人 都是物质的女人 谈对象 真的不用花钱 你用钱去追女人 等你没有钱了 这个女人 她同时也不爱你了 你要用心去追女人 即使追不到 也能省钱 我应该得兴奋 你还得兴奋 不知道 我们俗罗 确认 我们俗罗 有人俗罗 我们俗罗 我们俗罗 我们俗罗